哈喽,大家好,我是姑娘 今天分享的是一部国产动画短片 由华兰农业大学专业毕业生设计制作的优秀动画《正义诗者》 故事一开始,一群带着白色面具的神秘人 他们个个神态诡异,好像在四处搜寻着什么一样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其中一位神秘人打起精神难 他快步来到事发现场 看到一位女士被一群看客包围着 女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时画面突然定格 一只大手伸向屏幕 原来这些神秘人正是网络上的看客 而这位女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家讨论的话题 很快他们又被旁边的吵闹声吸引 人群又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这回话题可就多了 一辆豪车,一辆电动车 还有一位带着大金链子金表的富豪 正气势汹汹地教训着一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 群众正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站在前排的一位神秘人当起侦探来 推理着前因后果 一定是骑电动车的年轻人不小心撞到了富豪的车 富豪很生气 就像下来揍年轻人一顿 人群听闻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他们的面具瞬间油白变成了红色 大家纷纷指责富豪为富不远 小题大做,而富豪依然在拉扯已经受伤的年轻人 还怒不可遏地上前抢夺年轻人的背包 这个举动可真是瞬间激起名分 众多争议使者上前阻拦斥质责 而一些为年轻人打抱不平的看客 还趁机对富豪的车一顿打扎 很快事件广传 越来越多的白脸人听闻号都加入到红脸看客的阵营 包括路果的上班族,还有放学的小朋友 越来越多的正义使者加入济南 大家纷纷站出来伸张正义,保护弱者 在网络上自由发言 很快这个富豪就被网络传播的力量彻底击败了 可是没过多久 最开始那个呆坐在地上的女人 从人群中爬了出来 找到了被富豪欺负的年轻人 她也一把抢过年轻人手里的单肩背包 接着便和众人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富豪才是真正怒见不平拔刀修筑的正义使者 电视台曝光这一切后 群众送上花环 而红脸看客又全都变成了白脸看客 对着伸张正义的富豪拍手称赞 结果这时医生却告诉大家 富豪竟然已经自杀了 这结果可让众人错愕不已纷纷惋惜 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了 不过他们很快便找到了新的对象 那就是先前那位年轻人 本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所谓的正义并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伸张所谓的正义 键盘侠们的网络暴力真的可怕 我想看完本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不少这样真实的网络事件 披上黑袍戴上面具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正义使者 而我们真正要去伸张的正义 也绝不会仅仅只在键盘上和平 好了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姑娘的视频不要忘记点下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